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归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再继续看耶稣说了一句话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 三十六节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样各层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先讲天国的福音 又一直各样的病症 好 然后他看见许多人呢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又同样面目的一般 也是对门徒说 要说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上 所以你们拿钢球庄家 在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家 好 我就提到达高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话 祝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 圣上感恩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在看 耶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活了33年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先讲神的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先讲神的福音呢 我们来看现在的青年人 很多都是吸白粉 毒品 甚至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物质缺乏 不是因为物质缺乏 而是找不到 生存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 他们物质没有缺乏 老爸老妈很有钱 那为什么他们 喝醉啦 吸毒啊 来刺激他们的人生 所以呢 这个很可悲 耶稣传福音给贫穷人 因为他知道金钱 非万能 所谓的贫穷 不是只是 没有钱的人 贫穷在他人生中的目的 完全不一样 物质 皆不能满足 人内心的需要 或者内心的空隙 所以呢 耶稣说 福音是给那些 自知心灵贫穷的人 所谓心灵贫穷的有福啦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所以我们心灵啊 要贫穷 心灵贫穷 不是我们没有物质上的钱 而是心里面谦卑 愿意寻找神的国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十八节说了 耶稣来时 来呢 是使被虑的得释放 被虑的人是指心灵被罪 瑕疵的人 人服事谁就是谁的奴仆 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 如果人服事神 一生为公义而活 这人就是公义的仆人 但人真有能力活出公义呢 人犯罪离开了身以后 就是其活出公义生命的能力 是人都被罪捆绑 圣经指出呢 耶稣来时 是要叫贝里的得释放 然后呢 成立罪往事人生的写照 罪的克星不只是杀人放火 打架切实 而是自我中心 自私犯罪 享受这个随着肉体的私益 所以当人离开神 便会进入自我中心的状态 凡事从自我出发 真所谓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例如 什么叫做 自大 自傲 自夸 自私 自利 罪主 罪呢 主要是由自我产生的出来的 全部都是要我 我我 要知道自己是否自我中心 有一个简单的思念 当你收到团体照片时 谁是你看的第一个人 谁不是先注意自己呢 对不对 经文接着说 耶稣来 叫瞎眼的 看见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 眼睛不但是指 泛眼疾的人 不是指那些 只看见精神和物质 却看不到永恒和属灵事物的心灵眼睛 哇 所以耶稣呢 基督就是为这种人而来 为要打开我们的心眼 使他们呢 使我们大家看见生命 不只有今生 还有永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真理 耶稣来到世间 为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耶稣传福音 一直人 就是要我们看到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暂时的 我们需要永恒的生命 好 我们就提出祷告 亲爱的八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谢谢你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明白 你的福音是这么重要的 你的话语 可以满足我们人类的心 我们福音顺便祷告 阿们 让我们来加美 哈利利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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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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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的法座 更不潜意的地 仇祝我的花 依藏全 直到永远 祝我的花 依藏全 直到永远 祝我的花 依藏全 直到永远 祝你的法座 更不潜意的地 仇祝我的花 依藏全 直到永远